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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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 城大医院 祁医院病房接幕感恩会开始 旭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 在這個美麗的饗宴之後呢 我們要來邀請我們這個醫院的大家長 楊俊佑院長來為我們致辭 那這個病房會出來呢 會有這麼好的一個設施呢 就是感謝我們的院長的幫忙 在記得當時呢 院長呢還撥了空 很繁忙的時間呢 還帶著我們到台中去參觀了一家醫院 裡面的友善環境一直提醒我們 也要把它做好 那院長平常也非常的忙碌 但是他只要經過就會進來看我們的進度 然後很多的狀況呢 他就趕快請各個科部呢進來幫忙 真的是感恩院長的支持 才能夠把七夕整個老人的友善環境建設起來 我們恭請楊俊佑院長 楊俊佑院長 現在要跟大家說拜一個晚年 也有比較慢一順 所以今年可能跟大家 有人拜年拜不到 前幾天剛才過晚宵 新年快樂的事情 晚宵也是快樂的事情 今天好事要連三 接二連三的出現 所以今天很高興 歡迎大家來 我們島上 來入住 我們今天其實是辦這個入住的電力 我想台灣 我們修工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老年人口 越來越多的問題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我想在後面的國家 很早就發展這個問題 很早就開始有動作 但是新台便宜其實也是很認真 所以在韓國的幫忙之下 我們新立一個最早的台灣 最早的老人研究所 所以我想新台醫學 中心在老人下的研究方面 我們新立一個研究所 就是要繼續研究 要精進團隊的醫療照護 另外我們更把它落實在這裡 就是有一個團隊醫療照護的體系 能夠讓它實現 那除了人以外 我們也把它塑造一個 老人適合的一個環境 那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要感謝 這個落實這個地方 要感謝張家民、張主任的 辛苦的努力 把它化為結晶 說實在 要做一個老人病房 沒那麼簡單 也不見得 院長 院長有意見 其他人也有意見 要成立一個老人人右手 院長有意見 其他人也有意見 但是要有夠銳智的人 才能夠突破萬難 把這個理想的事情 看到未來 把未來的事情去做實現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除了感謝各位貴賓的官吏以外 其實我最要感謝的就是 韓院長還有張主任 兩個的努力 在這個地方 我們讓他們兩個抱我聲 好嗎 所以稍後也請他們 可以和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們每個做的到三天 我想新來便宜是一個社會的主餐 陳大醫院是一個公立醫院 所以它是一個社會的財產 是大家的財產 是公共財 所以我想善盡社會責任是我們努力 一直要做的事情 我想我們會努力 更加努力的把它做好 要談葉石頭的一句話 台南是一個祖母 打拼 亂來 生小孩 有一個休憩 過一季的好處 祝大家新春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院長給我們愛的勉勵 然後 真的是 我在這裡也是在這裡 生小孩 然後在這裡 對 我是真的是在陳大醫院 這個圓夢的地方 那院長的支持之後呢 當然我們的 醫學院的前院長林祈和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長官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我們老連鎖的那個永久的顧問 然後我們恭請我們的前院長林祈和林院長 楊院長 張主任還有各位貴賓 剛剛我趁著大家還記得楊院長講的葉石頭先生講的話 我再補充一句 他那時候沒有看到我們的老年病房 所以他沒有講說台南也是適合養老的地方 所以葉石頭先生如果還在的話 我們應該要加這一句 我本身是小兒科醫師 所以小兒科醫師跟老年有沒有什麼關係 應該差很遠 不過有兩個 一個是我剛當醫學院院長的時候 正是老年所成立的時候 那因為我是小兒科醫師 我知道小孩子的成長 他的健康照顧 需要很多人的幫忙 不是只有靠醫療 需要整個團隊還有環境的支持 所以以同樣的心態 我們來看老年人的需求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我們人生的兩個極端 都是類似的需求 所以這種心態 我們來經營 來培養人才 我們老年所不是老年醫學研究所 要成立的經過是韓院長的努力 他的故事等一下會講 或者拍一個電影給大家看 另外要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來感謝院方 剛剛張主任在記者會說 為了要塑造老年病房 有些空間需要重新改建 那投入的資金設計的心思之外 每年因此醫院要少賺一百萬 所以表示我們成大醫院 不是為了要賺錢的 我們有一些要做的事情 比業績還更重要 所以這一點我要感謝楊院長 大家給他拍手 我們成大醫院不是只有醫療而已 我們在要當一個示範 我們要培養人才 所以老年所或者是老年醫學病房 我們除了在照顧我們的老年家以外 我們要培養照顧老年人的人才 所以唯有在那種環境的塑造 才能夠感受得到 台灣好多醫院都有老年醫學病房 但是會真正的考慮到老人的需求 有各個團隊加入 來照顧住院的老人病人 沒有幾家 所以我們以一個大學醫院的置居 要提供更高品質的老人照顧 提供一個環境來塑造培養老人照顧的人才 這就是我們成大醫院的任務 恭喜張家民主任今天這個落成 我打來的目的是要跟大家恭喜 還有謝謝大家的幫忙跟支持 謝謝林齊恆營院長的介紹跟鼓勵 其實這個真的是大家的努力 當然我們講到這裡就要講到韓院長 其實韓院長因為大家在台南地區 應該都很熟悉的一個韓內科 他是一個醫生世家 那在這個過程我一定小小的音樂 我記得在成立老年醫學會的時候 剛好我還在這個病房 那我記得也有被稍微參與 然後我聽到韓院長長一個故事是說 好像那個病人是 就是那時候沒有單價 好像拿著門板 然後把病人送過來 然後去敲門 真的是那時候的醫療真的是很辛苦 那他感念於這樣子的一個醫療 他投入很多 所以也是在這樣的狀況 也把陳代醫學院的老連鎖 吹聲出來 那我們恭請韓院長為我們講幾句話 楊院長 醫學院的林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七夕病房的同仁 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回想2006年 這裡老人病房 2006年10月1號 這裡病房開幕 那個時候只有12產 當然設備跟現在已經不可統治而已 不過至少那個時候在承擔醫院 也是一個化石帶的時間 今天有這麼好的地方 經過張主任這麼用心的規劃 我想以後可以提供更好 更優質的服務 當然我非常高興今天受到 原院長跟張主任給我的 有機會在這裡參加這個會 不過我想也很冒昧的 利用今天這個機會 講我希望在這裡工作的同仁 至少我很希望在個人 每天上班以前 或者是來這裡開成會 開morning meeting以前 自己心裡想一想 我今天大概我應該在這裡做什麼 我能夠做什麼 這一點我希望各位對自己要要求 我對外對內對自己應該有什麼期許 有什麼鼓勵 對外我覺得我們這裡 剛才林院長也講過 我們這裡是很好的醫學中心 也是台灣南部的醫療重症 我們更有全國唯一的老人學研究所 何況在張主任帶領下有很多很多優質 希望投入在老人醫學的工作同仁 我們在這裡努力 各位曉得各位曉得 各位曉得 對內我們也要在這裡工作的同仁 也要應該有一個認識 因為老人的疾病是多方面的 不能說是當一的 所以我們需要藉助於精神科 藉助於泌尿科皮膚科骨科都非常的多 何況在內科部裡面也需要很多科給各位幫忙 所以橫的關係一定要在平常 建立的非常好 因為這個我們需要藉助別人來幫忙我們很多 我記得我在校尾醫進修老人醫學的時候 他們已經1990年 他們已經在老人醫學部有自己的心臟內科醫師 自己的GI內科醫師 可以做心導管做內視鏡 專門給老人做 他們已經有這種 已經到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 專主任也往這方面努力 假如有人 當然最希望還是院長要 希望幫忙給 我們自己老人醫學科 也有自己可以做心導管 做內視鏡種種檢查的醫師 才慢慢把這個跟上 能夠跟上時代 至於對內 第三個要求 是對內 對自己 對自己 一定要有一個要求 因為我們 老人醫學科的醫師 比一般內科的醫師 接觸的疾病 更廣 更複雜 所以你既然 走到老人醫學科 來了 你要比別人更用功 更自己 覺得這個是非常 重大的責任在各位身上 因為剛才我聽 跟專主任講 這個老人的病 也是瞬息萬變 有時候你一不注意 有時候就一血千里 所以各位一定要每天要求自己 不管在醫學知識上 或者是技術上 都要能趕上時代 我想這樣才今天成立這個 奇醫所的目的才能達到 希望各位以後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韓院長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貴賓是 社會大眾的代表 就是曾永輝董事長 曾董事長特別從台北下來 那就是在上個月 有一個很特別的因緣 就是他的岳父住在這個病房 那曾董事長來這邊 就是了解到我們這個病房的意義 他就覺得做好事不能少他一人 他就非常慷慨的護持這個病房 也因為他這麼慷慨 就帶動了一股善的共振跟愛的循環 讓我們很多人都很感動 所以我們現在請我們的 他也是慈濟功德會的富華師兄 我們請曾師兄來為我們愛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說到這麼好有壓力 那個洋院長 林院長 韓院長 我們老人科張主任 在座的高雄醫生 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好 大家都很有愛心、疼心、繁架、悲惡、動作是自己的人 用心照顧、用心儀佛 我記得過年前我去急診室 去陳大急診室 我問旁邊的經驗神經病 我很好,嚴責我什麼人 她說她多了 我問小兒科的急診病床在哪裡 她說來來,我帶你來 台東的親切、學問精神 我到現在印象又很親 我感受得對 這都是我們幼兒長的領導 今天起演的開幕 就應幼兒長的學 今天實在是很努力 我好像要在過年 雖然玩笑節已經過了 很努力 所以我們生態病院 我們老人科一定是會王 對,我沒有用來 出發公的 謝謝 謝謝 我當然剛才這個廚物社公司有介紹說我來看一看 其實我感覺這個奇異院 今天的這個地方可以變成奇異院的病房 當然就是學了這個病院的前輩老師 跟我們這個復健部小工 跟我們張主任其實真有創意 也真有抵抗 真有抵抗可以把奇異院變成全國 真有特色 真獨特的地方 應該是全國病院老人科的典範 那奇異院這個院其實是一個起點 其實這個院是一個起點 我們沒有叫我不用說終點 其實一樣都是一個點 就是說要一個起點 也就是一個完成的目標點 我們老人來斷營 來到我們奇異院病房 現在這樣洗一人 洗一人看到這個古早味的這個生活 很有緊張味 很溫馨的這個生活環境 這個老瓜 剛才看那個工肌 那老瓜又笑兩條 精神輕鬆 人看我 所以精神就可以得到 身心靈的健康就可以出院了 那奇異院喔 這個圓啊 我國人稍微說兩句 奇異院這個圓 這個圓 在這裡祝福大家 世事圓滿 奇異院這個圓啊 祝福我們在祖國圍大賺錢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今天送 送頭戲來了 就是我們的節目儀式齁 然後各位長官 要麻煩你們在你的 上緣有一個竹炮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呢要倒數 然後請你要一起用力要團結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三二一 謝謝 謝謝 這是歷史的一刻 感謝感謝各位嘉賓 感謝各位長官 請大家留 要合照 請記者們來合照 大家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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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集中 留言 請 各位 各位貴賓大家好 好 那很 今天在這個很特別的一個 我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 分享一些心情 當然我希望浪費大家太多的時間 我只是先簡單的講一下 剛出我們設計規劃的一些 這些理念 那其實我們這個病法七星病法 就像剛才剛才有講到 我們一開始是復健科病法 那後來有將心一半 是由內哥來協助來規劃 那當初在1999年前五 醫學院護院長黃乃山院長 他就規劃說希望設計成 老年科病法 所以大概1999年就派我到 派我到香港去學一些簡單的 一些老年醫學的一些造文觀念 因為當初台灣是沒有老年醫學造文 這個病法設計在裡面 那看來大概有些新的 那回來後就是在1999年 就是當時是國際老人年 那一年就設立了這個老年科病房 不過當時是因為有沒有人啊 沒有經費啊 我只是做一番人 很簡單的這個病房照顧 那整體老小醫學的照顧 還沒有很多 但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慢慢大家 一開始大家也不知道老小醫學 那我們就慢慢做 那也藉這個機會尋找我們的社工 營養師、藥師、護理師等等 還有包括我們醫學院的清衛老師等等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老團隊的照顧 那當然就每個禮拜開始有一次的熱團隊會針對個案的討論 那所以在急性照顧的部分 其實我相信是台灣是最早成立的 軟體的部分是台灣最早的設定 在1999年就開始設立 但是在硬鐵部分 當時應該就現有的病房 就是先這樣做照顧 那我們是覺得有所不足 但是我們可以簽購的設施 像一些床上腳踏車啦 站立行輪椅等等 這個有經由醫院或是內科部的興費 先做一些簡單的簽購 那直到前年 大前年那時候 病房的整件 我們到七夕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跟前副院長 還有提到特別交代說 他希望把這個老年科病房 規劃為 有特色 那個合乎老年照顧的 特性的這樣的病房 那希望做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典範 那所以我們才針對這部分 來做一些思考 那基本的思考呢 原則大概我們 一個病房 那我們有兩個科部 大概就一二三四來跟大家解釋 那我們是一個病房 有兩個科部 包括住建部跟 那有三大照顧的原則 三大原則是 第一個 我們這個是醫院 所以是急性病房的照顧 那急性病房的照顧 我們目前就 我相信全台灣也是 就是我們先 那個老年一些照顧的團隊 這樣的病 包括除了臨房照顧外 還有一些研究員 都持續在進行 所以急性醫療照顧 我想是沒問題的 那第二點 很容易一些急性的問題 造成活動功能的退化 那第三點 很容易急性疾病的問題 造成意識混亂 甚至情緒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兩個 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所以我們就 第一個急性醫療照顧以外 另外針對 預防功能的衰退 還有 維持心致功能的穩定 這部分的設計 所以 最後這樣設計 我們就有四個 基本的特色在裡面 第一個是 無障礙的環境 那無障礙環境指的就是 基本 活動的安全 我們有主要 讓老人願意出來活動 所以基本的無障礙環境 這個是在病房各醫院設計就會有 但是老人他畢竟體質比較不好 他出來走 我們走了會累 因為我們有椅子可以坐 所以我們再走到旁邊 都會有那個可以拉下來的這個椅子 那走幾步累的 就馬上可以坐下來 要不然他沒有地方可以坐 他就不想坐 那另外步道上就會有一格一格的刻度 那個一格是相當於一公尺 他每走 那今天走三格 明天走五格 他就知道他有在進步 所以 這是在無障礙環環境的設計 那另外針對認知功能的部分 我們病房都有一些 有時鐘 那個時鐘不是只有時間而已 還有包括日曆 國立跟農曆的時間 讓他知道今天是幾月幾號 另外有時候白天跟晚上 早上起來跟下午起床 不知道是白天晚上 至少看時間 他就知道現在是幾點鐘 那另外病房有一些照顧 就是上面會秀說 我們今天有哪些照顧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的人會貼在病房 讓老人知道說他要做這些事情 讓家屬也知道 那另外有一些特別治療室 裡面是有 那個天花板是有 可以日間跟夜間變換 因為有些意識混亂的病人 他就會被移到這個治療室這邊 那因為不能看到外面 那我們為了讓他知道 現在是白天晚上 我們設計一個天花板 大家知道白天我們就是開日空的 那看到現在是白天 晚上就開一個小夜燈 那他看起來就像月亮躲在遠後面這樣子 這是第一點設計 是如障礙的環境 第二點是懷舊的歲月走廊 懷舊的歲月走廊 我想不用再特別描述 大家都看得到 從入口大廳這裡就是有那種 古早進到三合院大廳那樣的感覺 那沿途有些懷舊的照片 那磚瓦等這種牆壁等等 讓這些老人走到這裡 好像回到過去的年輕時光 年輕歲月 那他心境也會比較快樂 那另外在 旁邊有人說 櫃子都有擺放一些古早的一些 生活的器具用品 家具等等 那是希望老人可以回想過去 生活的快樂時光 發發呼聲喜氣 那讓老人來這邊看到這些東西 他就願意講 那只要他願意講就可以回想 那回想身體就會比較健康 那另外回想的過程 會想起過去年輕的時光 他心情也變得比較年輕 這是我們的落地 那這是懷舊歲月走廊的設計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們的特色 那像這種對聯 這些對聯的部分也是請我們的 我們前輩喔 陳同堅先生 那還有一些圖畫也是我們七十幾歲高齡的長輩來畫的 那這些我們都希望盡量鼓勵大家去做 我們希望老人來做一些社會參與的基地的 做其他人的典範 不是只是窩在家裡什麼都不錯 這樣子越來越長 那第三點 那我們也有檢疫物件區 因為老人功能衰退 那衰退如果衰退比較嚴重 我們床邊都有些簡單的床上腳踏車 甚至輔具啊 住行器啊等等 這是輪椅啊等等 我們需要放在床邊 讓老人隨時需要哪一個器具 他隨時可以拿得到就可以使用 那等他體能好到一定程度 可以稍微站起來走 那我們就有一個檢疫復健區 讓老人可以在這邊做一些檢疫的復健活動 那當然復健到更好的狀況 那要不就可以回家 要不就可以去到樓下接受我們管主 復健部的復健治療院的機器的訓練 讓他更好 因為無路所有就是希望這些老人不要待在床上 盡量他們走出來 走出來才有機會回復 那這樣回到才有機會回到家裡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那最後一點是有一個社交活動的空間 還有一個家庭事件照顧人關懷的設計 那這個社交活動的空間 就是一個轉運的方式形成出來 那當然是裡面有擺放一張錢 還有一些比較溫馨的一些感覺 那希望病人跟家屬大家都可以在那邊做一些社交 甚至跟其他病患有一些交流的情形 讓大家互相鼓勵 那甚至可以看到這個彈鋼琴 我們八十幾歲的老前輩他在那邊彈鋼琴 當然我們設計的這麼好 不是希望老人覺得住得很愉快就一直住下去 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希望這些老人住得快樂、住得好 很快就恢復,趕快回到家裡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說這個蓋得這麼好 那病人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好 我們希望讓這些病人盡量回去以後就不要再來 就很健康就不會再來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我們最後的命名是用 齊已遠三個字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齊就是長者的意思 已就是安養的意思 那遠就是圓滿善終的意思 那就是符合中國古代孔子所說的老者安置 從文語出來老者安置的意思就是齊 那還有老有所忠 就是你遇到旁邊裡面孔子說老有所忠 這個圓就是圓滿的意思 我們希望所有老人 老的時候可以活得好 那去世的時候也有一個很好的善終 就是我希望可以達到的目標 那最後是謝謝我們不知道太多要感謝的人 當然從楊院長還有前院長還有韓院長的大力支持 還有曾董事長大力支持 還有我們在座各位的熱心support 才能讓我繼續撐下去 因為還有很多困難 那另外最重要還有社工部區主任還有我們邱華傑 他要大力支持 要協助募款 要幫忙設計規劃 所以才能很快把我們的一些理念實際執行出來 去看您這些高度就已經非常興趣 相信или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大家可以平安 我們 fandom玻 rag 來 立長 他一定有幫你照顧 來 給你看一下 他一定有幫你照顧 人家疲苦 疲苦就要來這裡 台湖相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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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心心的爱人 是我的心情 天相見快樂無比 你是我的親戚愛人 天相見快樂無比